疫情最新快逊 4月17起搭大众交通运输免戴口罩 过度减肥皮肤松弛 体调门诊协助恢复体态 面临颤抖日子 台湾巴金森市症患者数量增 上肤痛原因多 长期靠尘药解决恐怖事警讯 欢迎收看Health News 带您掌握一周健康大小事 我是主播李子涵 本土新冠疫情稳定 指挥中心也宣布 4月17日起 口罩政策将再次松绑 只剩下救护车 医疗照护机构 两个场域必须佩戴口罩 一般交通运输工具 像是捷运 公车 或是幼儿园接驳车 民众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戴上口罩 未来只要有最新防疫政策 我们也会及时整理 来提醒大家 接下来带您看到 本周焦点新闻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体雕门证 其实所谓的体雕 就是体态雕塑 而随着美容医学领域的发展 这个技术也越来越进步 带您来看看 大家对于体雕门诊的看法吧 有啊我有在减肥啊 追求瘦没有尽头 就是去运动健身吧 多多水借它 就是大家风鸣的瘦瘦比啊 积极的运动 尽量控制自己饮食方面 大概两个星期就剪下来了 对 对我觉得蛮简单的啦 减重的关键还是不自律啊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作息 应该是饮食吧 饮食控制 比较懒的当然就饮食啊 不然人家怎么都说 战斗运动啊 轻轻泡气呢 呃好像有 但我们特别有点重 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大家知道用一些仪器器材 去帮他做一些身材的销售 或者是兼职的一些功效吧 可能饮食控制打针 有些是重要 或者一些买线资料 我这时候比例是因为去了之后 也是医师推达 是有听过 可是会付胖 就是你要一直花钱 一生就是健康 你生路全民大解放 原来有不少人都听过体雕门诊 不过还是有些人以为 体雕就是用来减肥 所以我们也特别专访了 亚东医院的体雕门诊医师 来告诉大家 体雕的使用时机 还有哪些族群适合使用体雕 一起来看看 减重是很多人都在尝试进行的课题 但是要注意错误的减重方式 即便让体重成功下降 也可能没办法获得预期中的结果 甚至反倒失了健康 我遇到的一个个案 他其实来我们门诊是为了要做体雕 一个男生一个减重之后 他的皮就松了 因为他说他做得很变态的减重 是在大热天穿着雨衣 在那个操场 或者说在公园里面做跑步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曾经被送医院两次 一次是发生恒文肌肿解症 然后一次是发生中暑 回过头来想 他其实从事的是一个 很不健康的减重方式 他松掉的部分 就是胸部的皮也松 肚子的皮也松 这时候的话 其实就是进到体雕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利用各式各样 侵入性的非侵入性的 那手术或者是说用微创的方式 来替这些人做身形的改造 体雕是对自己体态 主观喜好的一种追求 即便体重正常 也可能对局部身材曲线 感到不满意 而随着美容医学技术不断进步 疗程也逐渐朝向微创 及非侵入性治疗发展 今天有一个孕妇 生产完之后肚皮下垂 那他来寻求做体雕 以往我们要能够做到腹部皮肤的平整性 就是大概就脱离不了说要做腹部的拉皮 那样的代价就是要有大伤口 那但是现在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仪器 可以用小伤口来达到类似的效果 训练腹部的肌肉 来让腹直肌分离的情况能够改善 所以你要练二头肌可以 你要练大腿的肌肉也可以 小腿也可以 然后腹直肌也可以 甚至有人想要练臀形 要让练出一个蜜桃 他也可以做得到 有漏尿的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训练骨盆底肌 治疗一些比较轻度的漏尿的情况 阮庭文医师强调 现今有越来越多仪器 是透过加热来达到皮肤紧实 如果不当操作就可能增加疗程风险 提醒民众务必寻求专业医师协助 才能安全地追求心目中理想的模样 黑猴健康王千玲 赖欣平 新北报道 接下来带您看到时事议题 4月11日是世界巴金森日 而巴金森市症是一种神经性退化疾病 常伴随着记忆力衰退 痴呆和神志混乱的症状 台大医院也在近日举办了户外活动 带巴金森友们一起动一动 一起来看看当天的现场状况 颤抖的手拍下在诊疗床上的一切 女学生在网路发文 18岁的她原本期待要过大学新鲜人生活 没想到突然发病确诊巴金森市症 从此面临颤抖的日子 根据国发会数据统计 在2025年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罹患退化性疾病的长者也越来越多 巴金森市症正是台湾肾行率第二高的神经退化疾病 巴金森市症主要就是一个老年人的退化性疾病 那大概她发病的年龄最常见是60岁 她主要就是动作会变得来得比较缓慢 身体可能就会比较驼背 然后脸就变成比较僵硬一点 还有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手就会战斗这样子 简单的哦 每年4月11日是世界巴金森日 台大医院也举办户外闯关活动 鼓励巴金森市症病友走出户外 除了锻炼病友体力之外 还能兼顾大脑认知功能的训练 巴金森的病人 他不能够像正常人走到那么健康 但是我就可能扶着椅子 坐在椅子上我可以做伸展 然后只要你做的运动当中能够持续 一天能够做30分钟 但一分钟很长 没关系 每次做10分钟 一天做3次 然后运动当中 然后达到心跳 要达到有点功能 让一点微喘 心跳在110下左右以上 比如说达到心肺功能 就叫运动生理学 运动达到生理改善才有功效 虽然巴金森氏症 目前还没办法完全治愈 但透过积极治疗 正向面对病情 加上亲友陪伴 18岁就被诊断 确诊巴金森氏症的女学生 与病共存三年多 现在已经能够回到学校正常上课 她也向病友喊话 只要跨出第一步 就会相信自己其实做得到 我是18岁的时候确诊 但我现在21岁也回学校上课 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我很奇怪 但是到后来就是慢慢别人知道 我有一些生病之后 学校同学也发现了 他们就是会给我一些帮助 就比如说我没有办法 就是写字很快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帮我抄笔记 或是再帮我就是复习我忘记 或是我来不及记起来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要让别人知道 自己有这个需要 就是虽然很困难跨不出去那一步 但是跨出去第一步的时候 会觉得我其实做得到 我觉得家人的陪伴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也是因为妈妈这样子 一路陪着我走到现在 我才能重新从家里走出来 然后回到学校去上课 根据健保资料统计 罹患巴金森市症的患者 每年都会新增2000多人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要帮助病友恢复正常生活 台湾巴金森知友协会也提供病友不少帮助 黑豪健康 赖新平 江红伦 台北报导 接下来带您看到生活小知识 很多人胃痛都会自己跑到药局去买胃药 不过在没有医嘱的状况下买药 有什么事情要注意呢 我们请专业的肝胆肠胃科医师来解答 持续性的上腹痛成因很多 有可能是饮食不当 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或优门感菌感染导致 如果只是一般的发炎 那当然用一点我们讲成药 一些胃散 一两礼拜如果说可以改善 我想也是可以达到很好的缓解效果 但是如果在一两礼拜中间 你的症状一直无法获得缓解 或者是就是说你的大便 已经有一些所谓黑便 初血便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 麻烦还是到医院来 据求专业的医生的协助 有些人拒绝进行内视镜检查 是因为害怕其所带来的不适感 但其实跟过去相比 医疗发展已不可同日而语 适时向医师表达自己的不安 更可以协助医师安排适合的检查方式 随着时间的眼镜 它的直径其实是越来越细 做这个内视镜的话 那我想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会适当的麻醉 其实如果适当麻醉好配合好 其实应该是可以很顺利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的民众 还是没办法克服 那个心理的压力的恐惧 那其实各大院现在都有提供 所谓的无痛的一个境界 用静脉麻醉的方法 就让你睡着 那睡着的中间 那怎么样的检查 我们讲说睡觉醒来 检查就好了 事实上疼痛是一种警讯 林郑宽主任强调 如果单纯使用药物抑制痛感 而未找出根本原因 小心反而延误了就疫时机 黑猴健康张书云赖新平新北报导 除了挑选胃药之外 很多人也会到药局挑选鱼油 或是其他保健品 在挑选的时候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呢 我们请黑猴健康营养师 吴怡婷来告诉大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黑猴营养师怡婷 鱼油是现在市面上 非常受欢迎的保健食品 那已经有很多文献支持说 它对于心血管是有益的 那目前对于抗忧郁 或是预防肝炎症的效果呢 也是逐渐的受到重视 不过市面上的鱼油有百百种 到底要怎么选择呢 营养师有以下三个建议 第一个是尽量挑选高浓度的鱼油 最好可以挑选浓度80%以上的 避免同时吃下过度不必要的油脂 那第二个呢 是可以选择小心鱼来源 并且附有毒性物质检测的报告 这样才不会有重金属污染的疑虑 那最后呢 希望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挑选 不同EPA或是DHA浓度的比例的产品 像是如果你是针对脑部的保健 尤其是像是孕妇或是小朋友 这时候你就比较适合挑选 以DHA为主的鱼油产品 那如果你补充鱼油 主要是为了抗发炎或是调节血压鞋脂 这时候就比较适合去补充EPA为主的鱼油产品 同时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在吃 降血压或血脂的药物 也要避免同时服用 才不会有交互作用的产生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 我是黑猴营养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接下来带大家了解 其实人手一杯的含糖饮料 也会导致蛀芽发生 在饮料挑选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或者是哪些方式可以避免蛀芽呢 土姐健康带您一起来看 土姐健康 天天手摇影 牙齿hold不住 防止蛀芽这样吃 我很好奇喝饮料到底会不会蛀芽 绝对是会 饮料里面那么多糖分 你想想就像把牙齿泡在糖水里 如果你想喝饮料 也要尽量喝无糖 要少点配料 然后我其实有四个小撇步 什么啊我好奇 就是喝绿茶 绿茶有丰富的浮元素 可以抑制芽菌般生长 什么饮料都点绿茶好了 喝绿茶还不够 要空心菜配鸡肉 蛤这什么组合 这个冷知识你一定要知道 吃鲜脆的蔬菜会刺激口水分泌 可以冲洗掉残留在牙齿上的糖分哦 那配鸡肉又是什么概念啊 因为富含维生素K的空心菜 搭配鸡肉一起吃 更好吸收 而且在咬鸡肉的过程 可以分泌大量的口水 进而降低口腔酸性 那其他的青菜不行吗 聪明哦 你可以吃花椰菜 花椰菜里面的铁质也会在牙齿表面 形成一层抵抗酸性食物侵蚀的膜 来减少法郎值的伤害 我都不知道吃菜就像帮牙齿穿上防护衣 诶 你这形容不错哦 最后还有一组套餐 就是红萝卜汤加虾子 这两个食材营养价值都很高 而且有丰富的孵化物 能够有效降低蛀牙几率 看来各大餐厅应该都知道 推出什么防蛀牙套餐了 看你先去开餐厅好了 再忙也别忘记动一动 可以点选旁边的资讯卡 跟我们一起做瑜伽哦 我是主播李子涵 更多健康新知 请锁定黑豪news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大家好 我是福大医院骨科及运动医学中心 组织医师叶炳君 专长运动医学 如果想持续关注健康问题 请追踪黑豪健康 谢谢